只是这样做 简单实用还好看 先在卧室找面白墙侧面做块洞洞板 洞洞板三面分别用膨胀螺丝免定胶和提前预埋的凹槽固定 再让木工师傅打一排底柜 提前约了师傅免费上门安装这种墙上收纳系统 等轨和竖轨分散受力 承重能力嘎嘎好 卡控室设计 高度可以随意调节 是传统衣柜没办法实现的 最上层放我的过际被入收纳箱 中间全座灌衣区 不用叠衣服直接减少30%的家务 杂七杂八的东西放底柜里 最后搭配一个同色系的玻璃门 好看又实用的衣柜就做好了 金属衣柜的坑我已经踩完了 本来想省钱 结果还多花了几千块 金属衣柜的坑我已经踩完了 今天就来给你们BB坑 一用侧边柜代替侧墙 需要地平墙值 否则边柜与墙面会有缝隙 二一门折叠门掉顶要承重 顶部施高板需要有龙骨固定 三 做柜门近身至少预留60厘米 不然会加衣服 四 金属衣柜对墙体有要求 咱就别瞎装了 浅谈一下为什么非要做金属衣柜呢 相比板材柜去布完的甲醛 金属衣柜零甲醛装完就能住 传统衣柜布局固定 叠一区拿一件乱一对 而金属衣柜挂衣为主 找衣服方便布局能任意调节 价格比定制柜便宜不少 而且更结实耐用 总之做好功课 选质量有保证的金属 M门 不同门有什么硬件要求 一分钟全给你盘明白 最后三点尤为重要 一 折叠门 两侧必须是墙体 上梁需要承重 用木板或者龙骨加固 木工阶段装门框基层板 折叠门会更牢固 二 移门 顶部平整 且为实体天花板或者加固后的上梁 两边有侧墙 缺一面侧墙可以用侧板代替 三 传统平开门 中间加立柱 方便和叶角链固定门板 地面不做门框 方便打扫 做门框 密封性更好 四 除了传统平开门 还有一折两扇的平开折叠门 开合空间更大 立柱减半 门动要求和折叠门一样 五 防尘帘 没有线高 没有门动要求 99%都能装 性价比前万斤油 木工阶段做门头或者造型 遮挡帘子轨道 不管装什么柜门 衣柜里要装灯带 水电阶段预留电源 侧墙深度至少60 否则会出现加衣服的情况 除防成脸以外 门动高度最好2.4以下 你喜欢 妈来我家都惊呆了 做小户型竟然还能做个衣帽间 而且都没有一块木板 其实我就是先在进门处 吸了堵侧墙 然后做了这种包安装 又没甲醇的网红金属架子 因为没有多余的顶板和底板 顶部可以轻松放下收纳箱 和真空压缩过的被褥 行李箱也不从没地方 地面清洁一台扫地机器人就能搞定 我不喜欢点衣服 所以衣帽间只做了挂衣区 再干净的衣服直接咔咔往上挂 并且我最喜欢的一点是 它可以根据衣服的长度来调整网板的高度 红束轨分散受力 每瓶每米沉重150斤 关键它还承诺终身保修 所以我咔咔放心 最后做个透光不透亮的玻璃仪门 不用一块木板的衣帽间完成